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件事情就是我在最近裡面強調的 我說技術面它分成很多 你不能夠只看K線 你有時候要看價量的一個結構 現在台北股市 其實就指數上面而言 它是每天不斷的在創新高 就各股人氣上面來看 台北股市人氣的鼎盛 我說這有兩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來自於 美國股市裡面 這一次真的很特殊 當美國股市已經面臨到 三月份升息吉馬 美國的FED會議記錄裡面 整個點狀圖 到底長期的目標利率 會不會從5.2升為5.5 甚至是6 但是我在這裡強調的一件事情 是說不管如何 如果它的一個點狀圖 是在5.5 並不是在6 那就是什麼 就是因中代歌 如果是它的一個所謂的升息 在三月份仍然是一馬 就算在這種過程中 它仍然在升息 可是市場上面 未必會用利空去做一些的反應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要探討的兩個事情 一個是美國最大的一個空頭 在過去裡面來講 一直在干擾台灣股市 跟美國股市的大空頭 就是Morgan Stanley 就叫做Michael Wilson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過程之中 它為什麼翻多 它的翻多原因到底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就是高盛 高盛我們知道是歐洲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投資銀行 它基本上它的目標價 當然會比較偏高 我們持平而論 它跟很多美系外資來比 它的目標價都會比較偏高 但是它睽違了6年 它為什麼看好了蘋果的股價 我們等一下裡面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會進一步探討 因為在最近我們知道 很多的個股 像我們看好的一些的股票 不管是電子的上游 不管是在車用的電子 其實股價都大漲了一波 大漲了一波之後 我們說過 你短線上面能夠做的 就是強恨強 你要在強恨強的個股之中 去做一些的一個選擇 但不是你連漲2到3天以上 你再去做追高 你在強股在震盪壓回的時候 你去做一些的買進 這個震盪的壓回 到底是哪裡可以買 這是觀眾朋友都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台北股市 因為它的一個架構 它持續的背零 我們說如果是外資的一個格局之中 它不會去參考你的什麼 你的技術面 可是一個內置的市場 尤其是業內跟主力的市場 它會去參考到技術面 所以因為技術面 它的連續性的背零 它指數再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 KD又沒有過高 這已經是幾度背零 這已經是3至4度的一個背零 然後它的量能也沒有出來 大家就說 那3月份會不會出來 3月份當然會出來 現在為什麼不出來 大家就是在等 你3月份升級的馬數跟FED 它在最近這幾一兩天 大概就會針對 整個一個美國就業的人口 美國FED的會議記錄裡面 做一個報告 所以這個部分 它仍然在這個時間點 它的量能出不來 大家就擔心這不確定的因素 造成它持續的背零 所以我覺得3月份 應該是會放量 真正多空的對決的時間點 就是放量那個方向 到底是向上還是向下的 向上的格局之中 它就化解了背零的危機 向下它基本上也不用擔心 那就是一個什麼 我說年線就是一個狗的項圈 就算拉回回測年線 你也不用過度的緊張 因為我在之前 已經用納斯達克做了一個比喻 你看納斯達克它過了年線 它灌破了一個年線 但是它到了季線 快要到季線的時候 又開始往上去揚升 到了什麼 年線所在的一個位置 所以不用過度的緊張 所以在這一次裡面 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多頭市場裡面來講 很好的一個準備的時間點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我們說在過去 蘇方在這個節目裡面 會針對一些內需型的個股 跟電子個股裡面不斷的介紹 但是我已經在之前 從12月份 從1月份 從2月份 都已經告訴你說 我過去的規劃就是3月份 3月份是我在切割 然後整個電子個股跟傳產個股 就是非電族群 持股比例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也就是說如果是非電的族群 我在3月左右 有可能逢高去做賣出 電子個股裡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它是景氣的回升跟主身段 能不能夠展開一路的前進 它去向什麼 我說這一次裡面它的目標 因為它是一個頭肩底 對不對 這是右肩 這是左肩的完成向上 這個向上過過程 它就是要挑戰這一個 這個的高點有沒有過16500點 有 它的完成 我說完成的一個主身段 至少它會來到16500點 但是現在還沒有出量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沒有辦法定調的 所以在這時間點 我說就是很可惜 這個指數是在創新高 問題指數在創新高 你的量縮的格局 叫重個股而輕指數 你就必須針對 你到底是做長 你還是做短 你要去針對這些的族群 它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說2023年 它分成幾個 一個就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你的景氣能見度最高的族群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從內需消費 就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我們從去年10月11月就跟大家講 可是因為你這個內需的消費 你隨著6000塊放到口袋 隨著第一季 可能是它今年最旺的一季 你自己要去注意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6000塊放到口袋的時候 你不要傻傻的 才說那時候是利多 因為第一季 可能就是很多餐飲業 很多 我不要講什麼 就很多的餐飲業 很多內需情消費裡面來講話 它獲利最高的一季 這是觀眾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留意的 至於在電子個股裡面來講話 大家可以發覺到 2月份營收還是很爛 尤其蘋蓋個股真是爛透了 為什麼會爛透 因為它本來 美國從感恩節到耶誕節之後 它從1月份 它就會去調整它的庫存 因為蘋果去年並沒有賣得很好 因為蘋果去年只是一個什麼 不重要的升級的改款 今年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升級的改款 所以蘋蓋個股 你總不能說等到第三季 你才來去做布局 你來不及 原因我為什麼在這個 最近這兩天都在講 它是有理由的 因為蘋蓋個股是目前 它的機器很低 因為手機的機器很低 手機有機會比NB更快速的復甦 它來自於中國開始解封 我說只要你股市上去了 一上去解百病 消費性需求就出來 當你在股市在下跌的時候 什麼人都不敢消費 你股市再上去你的資本 資本財裡面的增加 你家裡面來講菜也敢買 蛋雖然很貴 貴到歷史上面的新鎬 你也敢吃蛋 這就是假設你股票賺的錢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要去注意幾件事情 如果你是做長線的人 我在之前講 你就基本上它的回撤 就是震盪低階 低基期你就可以霸佔主流 如果你是選擇強橫強的一個模式 你就是什麼 你要保持幾個 漲二到三天不追高 拉回聽清楚 拉回量縮守住五日均線 拉回量縮守住軌道線 軌道線就是過往 它的最低點都守在哪裡 還有什麼 拉回量縮守住大量區間的下緣 這三個點位 都是你搶股拉回布局的一個好機會 這樣子你了解了 再講一次 搶股你要強橫強的模式 你就是沿著五日均線操作 這是一個 就是你連漲兩三天 五日均線正乖離 2到4%以上不追高 拉回守住五日均線 接近五日均線 靠近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不破 你買 再過來就是軌道線 如果它的一個軌道線 長起來是守住越均線 那個軌道線就是越均線 低點越電越高 就是一個平行軌道線向上的 你就是那樣子 或是它有出一個大量 大量的低點守住 那個叫中繼站的買點 這三種都是你的強股 可以去做買進的時候 在這種過程中 我認為量的沒有出 就大盤指數仍然創新高 可是就多空而言 它仍然是整理 所以你就必須要 重個股而輕指數 日均線沒有修正完成 現在已經交叉向上了對不對 所以它本來就會創新高 問題就是來自於 它的背離沒有化解之前 你仍然要保持 部分的現金部位在手 這是避免什麼 避免你背離的一個修正 它會比較麻煩 在這種過程中 今天仍然是屬於背離的走勢 所以你還是要有部分 現金部位在手 我覺得3月份應該會出量 去表態多與空 年限仍然扣底到相對的高 震盪是在手難免 只要守住14945到年限 你都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它都沒有什麼轉落的一個危機 道琼跟納斯達克 我剛剛給大家看了 它都是喝了再上 回測有怎麼樣嗎 沒有怎麼樣 我們講到道琼跟納斯達克 都是有回測 整個一個年限之後再上 你看這是道琼 大家不是說 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當時候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這是跌破頸線 我說錯 你如果看量 你就知道它是沒有量的 任何頸線的跌破必須帶量 任何的頸線的突破也必須帶量 多與空之中的條件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並沒有去做跌破 但是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要探討的幾件事情 是在最近裡面 美國股市發生的一件事情 你們不是很喜歡 空頭最喜歡把 那個Michael Wilson 就是摩根史丹利的 Michael Wilson大空頭 拿出來講 因為他在去年裡面 他偏空 他使得摩根史丹利這個大模 開始這個人非常有名 可是我說江山帶有才能出 因為我在股市之中 如果一個不尊重趨勢的人 他一定會被時代所淘汰 該做多的時候你就做多 該保守的時候你就保守 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 那摩根史丹利 他是從前年年底他看空 那個時候鼠方也看空 沿路以來到去年的3月份 1月份到3月份 市場都在喊2萬的時候 我在這個節目就跟你講 你要保守 你的持股都不能夠超過3到5成以上 因為通膨會帶來什麼 消費力道的減弱 這都我在之前講的 所以摩根史丹利裡面來講的話 他這個Michael Wilson 也因此他開始聲明大噪 所以我們台灣那些 有些報紙上面花15塊錢 你買的一天到晚 不把摩根史丹利當神 當神 看什麼就告訴你 可是你看他現在裡面來講 他說如果美元跟利率繼續回落 美股短線可能進一步的上漲 不是廢話嗎 為什麼他寫出這一個 因為他現在已經被訂到個不行 因為美國 不管是在道瓊給大家看 這道瓊 他看的是叫S&P500 S&P500說3月底之前 會破這個3491 之前的低點 你覺得會不會破 他現在時間剩下沒幾天 他當然要重新寫一個報告說 這個就是你的資金行情 造就出來的 所以他還有機會上漲 下一個壓力區是4150 站上4150就可以確認新年事 變多頭 你不是講的是廢話嗎 站上4150 這不就是頭肩底嗎 這就是頭肩底的底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自己要清楚而明白 你到底因何而買 因何而戰 你看這個Morgan Stanley 你從去年12月份 今年的1月份 今年他都偏空的 一路到現在 你看看你獲得的是什麼 你獲得的是什麼 他現在翻多了 你要怎麼辦 他翻還不是翻全多了 他只是在為他的錯誤做解釋而已 所以我說尊重趨勢 尤其是你在用遙控器 看很多節目的觀眾朋友 尊重趨勢 才是你最重要的 規劃 先行去做規劃 然後不斷不斷的去修正 你的一個模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再來看一個 因為蘋果第一季跟第二季 是很淡的 說真的 因為去年來講的話 蘋果的一個手機的銷售 各方面消費型產品的銷售 都不如預期 但是他比三星 他比中國的豪非常的多 這個是一個高盛 他時隔了6年 為什麼大家會探討這個部分 他時隔了6年說 他是從2017年 再給蘋果買進的一個平等 目標設定199美元 如果以蘋果的收盤價來看 因為蘋果昨天漲了 大概還剩30% 蘋果漲30% 那就等於台積電漲30%以上 這是非常可怕的 他的意思就是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在今年裡面 你要看好AI 你要看好什麼 你要看好整個一個元宇宙 你要看好車用 你要看好儲能 這個部分是因為 蘋果他有一個全新的創新 新產品的創新 以為他在講什麼 他講的就是VR 沉浸式的一個元宇宙 還有一個AI 蘋果跟所謂的NVIDIA 跟AMD 超微 他們在整個聊天機器人 開始火紅之後 全世界都拼這一塊了 在拼這一塊的過程中 我在之前就已經提醒你 台積電他的第二季的營修 本來預估衰退8%或是9% 他們現在都有極端的效應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如果蘋果在這這麼淡 第二季也很淡 第二季大概新的產品 快的話大概就是Viva而已 對不對 還有一些小小的產品 手機一定是等到第三季 都可以看好蘋果 在這種過程中 我不是說叫你一定要買蘋果 我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做長 你本來就要在這些 還沒大漲的個股之中 尋找機會 如果你是要做短 你基本上來講 因為你是跟時間在做賽跑 你只能在強勢的個股 震盪修正的時候 拉回重要的支撐不破 切進去 只有這兩種做法 所以台北股是在這一波的 一個上漲的過程中 你需要膽識 但是這個膽識不是滿的 不是很盲目 不是這個樣子 你要非常的有膽識去知道 你要去選擇什麼樣的類股族群 你去做買進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現在的買 你後面的資金要怎麼分配 你知道你現在買的風險在哪裡 你知道你後面的資金的配置上面 能夠把你現在的風險化解掉 這就是最好的方式 就像在最近裡面很多人看對大盤 但是他能夠在個股上面賺錢 有幾個人 你想想看我們在之前講的華府 康書跟整個一個連加 在這一季裡面我們之前的預告 整個一個台辦 台辦昨天我們是在這邊預告的 回撤月均線預告的 我們說他的軌道線是不是就是月均線 我給大家看 他有跌破過月均線嗎 沒有 他回撤的一個部分就回撤到月均線 買 當天拉起來 昨天漲停板 今天快要漲停板 最高來到113塊 你在跟時間賽跑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買到主流 他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 投資朋友你要去好好的想一想 我們說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的一個會期 我說我不可能再跟你講說 你可以選擇16500點 或是選擇那個會期 從6月份再起算 沒有 你早點加入我們 其實這些獲利的個股都是屬於你的 你能夠去做的 就趕快跟上我們全新的一個投資組合 會期還沒有起算之前 你光是想想看 台辦這幾天之中漲了多少% 你光是看看我們跟大家之前 還沒有這些高勝的報告之中 我就跟你講說 你可以在340幾塊錢 你就去買郁金光 到現在漲了快10萬塊 我說低檔的霸戰的主流 你為什麼能夠霸賺主流 你買得低 你現在怎麼樣看 你都獲利裡面來講非常的高 你不會擔心震盪 可是你在買強勢的個股 強很強的模式的過程之中 因為你的成本一定會墊高 在墊高的過程中 你就要緊盯整個大盤 跟它產業面的變化 為什麼買台辦 我也在之前裡面講得很清楚 前天我就跟大家講 也就是說上個禮拜 我說因為它的法說會的內容 優於預期 你就不用等到市場上面 知道之後你才去追漲停 今天才去追已經大漲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過程 幸福屬於你的一個專案 你有波段霸戰主流的機會 你有短線上面買到 強勢個股的機會 這樣的話 當年2023年的整個一個真主流 就握在你手上 2023年主流 在這種過程之中 大家還不知道的時候 鼠方已經幫你事先的規劃 你都非常的一個清楚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要一加一的操作 長線上面低檔霸戰主流 短線上面 折強勢的買進的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們全新的投資組合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這裡提醒所有的 投資朋友跟觀眾朋友 目前的台北股市 雖然指數持續的創新高 但它就是背離 在背離的過程之中 你自己要有很多的策略 跟方法來去做運用 第一個 你要保留現金部位在手 第二個 如果你的持股上面來講話 你最好保持有買有賣 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頭重腳輕 我最怕一種人 每次告訴你 1萬4是低點 你就死都不肯買 不然就是買一張兩張 然後現在漲很多的過程中 你就買10張 再來融資操作 最近就開始了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應何而買 應何而戰 而且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採用融資操作 你是業內跟主力嗎 你如果不是的話 在這種過程中 你又何必 因為你的低檔上面買一張 你高檔上面買10張 這種頭重腳輕 怎麼樣才能夠成為贏家 很難 所以你的本身的資金的配置 你自己要很清楚 我們來看看這一檔個股 它是積極的轉型的成功 跟車用的電子上面 尤其跟電動車 是有很大的關係 今年的上半年 它還在每一季裡面 是叫逐季的成長 第一季是今年的最淡的一季 今年的下半年 以我們的預估值裡面來講 它會大舉的放量跟出貨 因為它北美的客戶 在今年的下半年 會大舉的拉貨 你自己去算一算 電動車的概念個股裡面來講 今年可以賺將近7塊錢 本益比來講應該幾倍 電動車概念個股 本益比裡面來講 15倍 20倍是很正常 15倍 20倍是很正常 它現在裡面來講 它賺了6塊多 快要7塊 股價才在70塊錢附近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在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它開始往上 今天它回測大量區間下緣是有手的 這個自己留意 因為我覺得它本益比偏低 在未來裡面來講 有華麗轉身的可能性 這是你自己留意的 我們在之前裡面 從1月5號 我們就開始鎖定車用 我說這個車用的部分裡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姑且不論你在之前有沒有 跟上我的6.235的華福 6282的康書 6288的一個連加 我就問你 最近裡面 就是在上個禮拜五而已 兩天之前 我在這邊裡面就跟大家講說 以法書會 因為很多的觀眾朋友看我的節目 你本身就是上班族 你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 在這些研究 我說以我知道的台辦的法書會 基本上而言 它就是有預期 昨天漲停板 今天幾乎又漲停板 你光是看看這一天的價格 是91塊附近 92塊附近 到今天113塊 這是20塊以上 20塊以上 這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這都是我們在短期裡面 你可以發覺到 更不用說 我們在之前霸佔主流 我們這買多少 400多 我們的整個新唐上面來講的話 是買10幾 110幾 120幾 然後告訴你150會震盪 150會震盪 這都是你看到貌打也是 在最近裡面 我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明明可以去 把整個時間花在台辦的身上 告訴你漲停板 告訴你創新高 告訴你我的股票有多強 可是我就告訴你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為什麼要從 蘋果蓋各國做個解讀 就是不管你以前 有沒有跟上蜀方的節奏 你都還有機會 去在長線的低基期 霸占主流 你光是想一想 3406的郁金光 我在這裡講 你成幾核 你會相信它會漲到436塊 昨天是不是就436塊 有沒有漲 10萬塊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都有機會 重點是你願不願意 參與進來 在股市的投資 股市的操作裡面 所以我說幸福屬於你的專案 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以跟著我 低檔上面霸占主流 你錯過了細製財 不管是創意 不管是世心 你光是看看在最近裡面的 一些鏡頭個股 跟所謂的車用電子 是不是短加長 蘇方都帶給你的獲利 而且你的會期都沒有起算 你的會期都沒有起算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要跟著蘇方 一起在長期的低基期 霸占主流 尋求一個大波段的獲利 在短線上面強很強的模式 抓住台股的一個短線的主流 那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們在盤中 全新的投資組合 而會期從6月份再起算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內心做商 十五月份財務散